欢迎收看8月10号的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书凯文 台中是下午下起了狂风暴雨 不少人手机都收到了大雷雨国家警报 各地也传出了淹水灾情 北屯区间寺庙 整个庙内广场淹成了一片 大水宣泄不及 马路成了小河还淹进店家 而太原路则是有震沟暴涨 黄澄长的泥水不断地涌到路面上来 车辆经过 现象还蛇 黄澄长的泥水从浸沟内不断涌出 就像是涌泉般 相当吓人 这里是台中市太原路 整条马路就像是一条小河 分不清是河流还是道路 狂风奏雨大雨来得又快又急 就像是用刀子一样 从马路直接灌进一旁店家 北屯区的这家眼镜行 老板拿着扫把怎么扫都扫不完 直呼住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碰到 你看他桶这里 你看一直 还在里头 水沿沿进行 还沿进了寺庙 北屯区的这间寺庙 水深小腿肚 信徒有人涉水 有人甚至搭着气垫船 庙前俨然像个池塘 庙房人员忙着将供品搬到安全地方 台中市10号下午不少民众都接到了 即将发生大雷雨的国家紧急警报 果然瞬间下起了滂沱大雨 一下子功夫各地就传出灾情 大雅东大陆水烟轮太高 另外快速道路交流道口 几乎是看不到路面 车辆涉水 现象还生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好